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无产阶级革命家 我党思想理论宣传战线的杰出领导人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 邓丽群同志的遗体 十七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邓丽群同志因病医治无效 于2015年2月10日16时56分 在北京逝世 享年一百岁 十七号上午 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 庄严肃穆哀悦低违 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 沉痛悼念邓丽群同志 横幅下方是邓丽群同志的遗像 邓丽群同志的遗体 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 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上午九十许 习近平 李克强 张德江 余正声 余正声 刘云山 王岐山 张高丽等 在哀悦声中 缓步来到邓丽群同志的遗体前 肃立 默哀 向邓丽群同志的遗体 三鞠躬 并与亲属 一一握手 表示慰问 邓丽群同志 并重期间和逝世后 习近平 李克强 张德江 余正声 刘云山 王岐山 张高丽 江泽民 胡锦涛等同志 前往医院看望 或通过各种形式 对邓丽群同志逝世 表示沉痛哀悼 并向其亲属 表示深切慰问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 前往送别 或以各种方式 表示哀悼 中央和国家机关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邓丽群同志 生前友好 和家乡代表 也前往送别 中央和国家机关门负责 中央和国家机关门负责 中央和国家机关门负责